请问今天你想分享点什么 突然之间发现 北京就是背景 上海就是伤海 誓言就是诗言 财礼就是财力 男人就是男人 理想就是理想 平民就是平民 请问我说一个字 你能出口成章吗 可以啊 了如之掌 掌上明珠 珠连闭合 和和美美 美貌佳人 人 人见人爱 爱是你我 我是你妈 请问你能总结一下 中国是交通吗 概括起来就是 开车的骂走路的和骑车的 骑车的骂开车的和走路的 走路的骂开车的和骑车的 骂完前面骂后面 骂完锁门骂右面 骂完道路骂红灯 骂完下雨骂挂风 天地人车都不行 整个道上就我呢 哎呦 请问2021年你听过最扎心的对联是怎样的 我听过最扎心的对联 上联手头紧 衣服紧 眉头紧 十千紧 前程四紧 下联口袋空 钱包空 遗额空 存款空 四大接口 上联 拆东墙 补锡墙 都是骷髅 下联 借心账 还救账 都是计划 横批前途无量 最接恶毒的是 上联 二三四五 下联 五六七八 横批 缺一掃尸 哎呦 我一个朋友突然就不理我了 你说是为什么呀 哎 当一个人突然疏远你的时候 他身边必然有一条狗 当一个老鼠嘲笑猫的时候 他旁边必然有个洞 请问都说越有钱的人越低调 是真的吗 对呀 越有钱的人越低调 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就拿我来说吧 别看我每天上下班 骑的是自行车 其实我家里还有一辆电动车 哎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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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底下班 伤真是 是 吉他 祝ün 自己 朋友 是的 社愚吃